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可以减轻药量 还可以降低肝脏损害 这五种食物被称为血管清道夫 坚持食用会明显降低血脂 食用的种类越多 降血脂效果越好 第一 燕麦 可溶性散热纤维是降低血脂最为重要的食物 而燕麦是骨类中可溶性散热纤维最为丰富的食物 每天20-30颗燕麦可以有效降低血脂 自己主食的生燕麦效果要高于速溶燕麦 第二 墨尔 血酸是导致心梗 脑梗的最贵活手 而墨尔被称为植物阿斯皮林 可以抑制血酸的形成 心梗 脑梗 奉献人群 每周2-3次墨尔 每次200克 可以有效预防血酸的形成 第三 海鱼 海鱼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DHA和EPA 可以有效降低血脂 抑制血小板凝级 每周2-3次海鱼至少可以降低15%的关系病风险 但不可兼诈 正顿为主 而第四 苹果 苹果富含果胶是一种可溶性散食线维 可以降低血脂 被称为水果中的塔亭类药物 每天一到两个苹果可以起到有效的降低血脂的作用 但不能打枝 会破坏其散食线维降低血脂的效果 第五 其实降低血脂预防血酸的形成 中医推荐一个降脂小经方 其含有的绝冰子临床上可明显降低血脂 被称为天然的塔天类药物 绝冰子降脂降压 葛根降脂降压降糖 三扎活血化鱼 荷叶清热去世 清前流降低血脂 按照中医配武的君臣卓史搭配原则 把玉米须 嗓叶 葛根 清前流 绝冰子聚化 三扎 荷叶 槐花 木瓜 一起做成插包 开水冲泡 每天晾到三倍 晚饭后 也用降低血脂效果最好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黑牛养生馆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